全世界的幸福企業第一名 Google 大家都OK Google就是扁平化的企業組織 他們規定 上司只能帶領下屬 如果是使喚的話 被抓到就要受處罰 請問在對方眼中 Google這種 上司不能使喚下屬的公司 你們要不要命聽Google講說 你們現在開始給我使喚菜鳥 不然你們就是 沒有使喚倫理的大公司 謝謝大家 謝謝黑隊第四棒的賀龍 賀龍,你是開坦克車來是不是 好凶好凶 我就是想要這麼的碾壓大眾 接下來黑隊第四變 邀請賀龍就論述舞台 第四棒有個好處就是 我沒有準備任何稿 反正我就是負責見招拆招 對方講什麼我就反省 所以我現在是完全去有狀態 框枪走板漏洞百出 我跟你講我這一棒 我就把勝論丟掉了 我直接來回答所有問題好了 來 第一棒的朱祺鈺說 法律規定 菜鳥被使喚不構成霸凌 他查勞動部的 不愧是前輩耶 這個法律是舊的耶 我剛剛查了一個新的 我念給大家聽一下 107年勞動部修訂的 工作壓力精神疾病認定指引說 規定使喚勞工 讓他做出超出合理範圍的工作量 即構成職場霸凌 這個是新法 你們可以吉祥 來再一個更新的好不好 更新的 台北地方法院109年勞述治第309號民事判決 認定無故增加工作量 就是職場霸凌的一種 我想問一下下一位的馬力歐先生 你的隊友說要有法律規定才是霸凌 就真的有耶 你還要整應說這是職場倫理喔 跟法院唱反調也是滿新奇的 再來董仔剛剛說什麼 董仔說好好溝通的使喚是倫理 問一下大家什麼是使喚 來,第一印象是什麼 老闆跟你講說 菜鳥,把文件印一下 我好渴去買杯咖啡 這叫作使喚 如果今天老闆跪下來跟你講說 拜託,我渴死了 給我一杯水 可以嗎,菜鳥 這不叫使喚耶 這叫懇請 這叫拜託,OK 態度好叫拜託 使喚就是有求於人 態度還很... 這才叫作使喚,OK嗎 今天節目的題目叫作 菜鳥被使喚 而不是菜鳥被拜託 所以不要跟我講好好溝通 這不在我們這個題目的範疇之內 來,再來還有一個什麼 他們喜歡講 菜鳥幫忙一下沒有關係 菜鳥要適應環境 他們每個人都講到 朱祺鈺還說 他可以增加老鳥性的 請問一下,瑪莉歐 又人到你了 頂著下一位 比較辛苦一點 面對很多人的職場訴求 是不要被使喚 你要講它是職場倫理嗎 最後我想講一下 全世界的幸福企業第一名 Google 大家都OK Google就是扁平化的企業組織 他們規定 上司只能帶領下屬 如果是使喚的話 被抓到就要受處罰 那請問在對方眼中 Google這種上司 不能使喚下屬的公司 是不是超級沒有職場倫理的 你們要不要命聽Google講說 你們現在可以開始 給我使喚菜鳥 不然你們就是沒有 職場倫理的大公司 謝謝大家 謝謝黑隊第四棒的賀龍 賀龍,你是開坦克車來是不是 好兇 我就是想要這麼的 你也壓得大眾 這一個我們要全力以赴 我們要打得很火 我很火才能小贏 希望我們能夠 發揮到一樣的這種水準 賀龍,你那亂開槍什麼東西 你如果認為這個是霸凌 那你就退出去啊 你去找別的工作啊 這個本來就是倫理嘛 倫理 它就是一股洪流 你順著它油 輕鬆平常 悠悠自在 你逆流而上 會非常辛苦 遍體淋傷 不興趣的話 去看一下那個動物星球頻道 鮭魚 他們最後是怎麼樣死的 全身都是傷 我相信在座各位啊 應該都沒有我工作的時間來得長 打工的經驗來得多 我2000年入行 到今年2023年 我打了15年的工 這15年的工 還不包含之前2000年 從求學時代進入社會 當新鮮人的10年 所以我總共打了25年的工 你們真正的了解職場嗎 不要把我們的這個老鳥黑化 我們沒有這麼卑鄙 我們通常也不會說 在職場上面說 這個是菜鳥 我們稱之為 都是一個尊重 在言語上的尊重 你們認為的霸凌 我們認為不是 它這個指使使喚 它是很輕鬆平常的 工作上面的條例 沒有辦法一一詳細列舉出來 我們要帶領的新鮮員工去做 現在的年輕人太爛了 你要叫他自動自發不可能 得過且過能摸就摸 我們要指引他去做該做的事情 帶領他成長 帶領他認識公司 認識環境建立良好的人際關係 這個是我一直以來做的 我這25年來做的工作 每一個都是從菜鳥 從中鳥 老鳥到管理階層 大家都沒有碰過這些問題 如果你這些人這麼衰 都碰到那些欺負你的人 我建議你換工作 換一個沒有人指使你的地方 搭工區 可以 自己各做各的 沒有人去指使你 說真的啊 現在員工短缺 大家都很缺少員工啊 我們都很希望新鮮員工趕快進來 我們都當他們是寶啊 就跟咕嚕看到摩羯羊 It's my precious 珍惜啊 公司就好像是個花園 啊 花園裡面 挖呀挖呀挖 新鮮員工就是種子啊 把它種下去希望它開花結果 共享甜美的果實 我們怎麼會把它踢開呢 愛都來不及了 你看妮萱 她如果去公司行戰 她會被指使嗎 謝謝 把心帶放正常 你就會過得舒服 謝謝 好 非常謝謝瑪莉歐 瑪哥 用老鳥的角度 來分享這些故事